女孩好不容易被车撞死来到了一世界 结果却成了自己刚通关的游戏里的最终大反派 按照1.0版本的剧情展开 她心爱的男孩子都会被一只粉毛抢走 而她在最后更是被四人合力击杀 但在这2.0版本里 心里没爱的女主自然不会对那三人持有念想 所以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好好活着不被杀死 然后在这一世界里悠闲过好每一天即可 但为了以防万一 自己必须在勇者们成长起来前 就要达到足以碾压对方的实力 于是在5岁那年 女主偷偷溜出家门 找上一些可以轻易打倒的怪物提升等级 而史莱姆就成了女主刷集的首选 每次击杀魔物都会掉落一块魔石 除了可以将其出售赚取金币之外 当然也可以将其吸收变为经验值 等级提升后相应的也会让身体变得更加迅捷有力 这满满的成就感 瞬间让女主这个资深游戏玩家的灵魂开始了燃烧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 女主总是偷偷溜出家门 不断遭遇新的怪物 而等级也在一级一级攀升 为了提高刷怪效率 女主把部分魔石拿去了出售 买进了各种道具以及装备 其中最有用的便是成长的护服 一是可以起到保护穿戴者的作用 二是可以快速提升刷集的速度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女主直奔强大魔物聚集的地下城 不是女主不怕死 只是因为她已经掌握了可以让身体再生的魔法 手臂断了也不过是一句咒语就能恢复的事 于是在女主的强势闯关下 一般的魔物都成了她提升等级的肥料 为了提升刷集难度 女主直接吹响招魔之敌 虽然魔物如洪水般袭来 但在女主无解的按摩法打击下 魔物全部成了一个个行走的经验包 日复一日 女主在地下城里不断闯关 不断击杀魔物 直到十年过去 女主的等级已经来到了她都不知道的未知处 只是这种酣畅淋漓的刷怪不能继续进行了 因为到了15岁的贵族人家的儿女 要到贵族学校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负责了 殊不知在女主马车刚刚路过的身后 与女主命理相克的粉毛终于登场 她虽然是平民家的孩子 但因为有着万中无一的光属性魔法 贵族学校为了培养能打倒魔王的勇士 粉毛就被特邀进了贵族学校 然而由于粉毛好心治疗伤病缠身的老太太 错过了报道的时间 直日生扬言六点关门是学校的规定 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开门 她还想劝粉毛去城里找渔馆留宿一晚 可粉毛身无分文 见此情况 直日生才意识到粉毛是被特邀进来的唯一平民兴生 但规定就是规定 门是不能开的 只不过东边的墙那里有一个缺口 似乎是错过门禁的学生的专属通道 直日生的这一番话 让粉毛低落的情绪一死而空 在听到直日生的一番自我介绍后 粉毛惊讶对方居然是大臣的儿子 来到围墙的缺口处 粉毛发现一个红发男正在攀爬 此时对方也注意到了自己 一瞬间两人心意相通 都是迟到的 那就互帮互助 在红发这个翻墙惯范的带领下 两人在屋檐上如履平地 粉毛精准砸在一个黄毛身上 将疼痛转移给了对方 而让粉毛感到意外的是 对方居然是王国的第二王子 因为王子和红发男威廉是好朋友 所以也没追究此事 但两人引起的骚动 却被校长得知了 面对校长的训斥 两人开始互相斗嘴推卸责任 但校长谁也不轻饶 没收了威廉背包的啤酒 训斥粉毛作为珍贵的光属性魔法使 要好好珍惜学校特批尽校的机会 当然还要惩罚两人负责一周的杂物 这让粉毛郁闷了一晚上 可这时外面却传来了抓小偷的声音 粉毛还以为他一个平民的房间 是不会进贼的 结果小贼却偏偏光顾他的房间 更让粉毛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对方居然是二王子 原来他过来调查一些事情 但不能被学校知道 只能拜托粉毛让他在房间里多待一会儿 虽然粉毛有些惊讶 但想到他一个平民 能跟王子待在一个房间说话 像是莫大的荣幸 便和二王子聊了起来 而王子的幽默也让粉毛扫除了今天的不开心 来到第二天 新生的开学典礼如期举行 粉毛在行进的过程中 却一直往观众希望去 见到二王子抛媚眼 粉毛开心极了 结果下一秒 直接撞上了一个凶神恶煞的身影 女主慌忙解释原因后 便找好了位置坐下 但此时周围都投来了不和善的目光 不用想女主也知道是因为自己头发的颜色 相传上一任魔王的头发就是黑色 所以黑色被当做了不祥 也因此父母从小就不和女主一起居住 交往的方式也只是时不时催婚的书信 负责照料女主的庸人也避之不及 想起这些女主已经看淡了 只要能在学校这里悠闲度日就行 然而让女主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入学等级测试打乱了她的计划 威廉十级就引得全校欢呼 女主还想着自己应该怎么低调空间 校长还以为女主紧张了 安慰她入学时等级为1也是没问题的 还只因在入学测试中 检测出了99级的满等级 就遭到了台下所有新生的鄙视 天之骄子苦苦修炼无数个两年半 也才仅仅试剂 一个柔弱似水的小女孩 怎有可能是99级 校长当即以作弊的嫌疑取消了女主的成绩 让女主回去面壁思过 可女主却压根不放在心上 只因她来学校的目的 也只不过是想着隐藏实力悠闲过好每一天吧 没人相信她那 她不正好可以实现躺平的愿望吗 但总有几个刺头急着要去揭穿女主虚荣的一面 觉着女主就是爱出风头 才选择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装逼 女主懒得争执 可越是这样保持神秘 就越是引起了二王子的兴趣 一番交谈 在得知女主是废物贵族的敌长女后 二王子更加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女主刚才作弊出风头 就是为了吸引台下高级贵族的主意 借此攀上高知乌鸦变凤凰 还没等女主从无语中晃过神来 又一位贵族加入到了声讨女主的阵营中 此刻 1.0版本的三位男主角全部登场 正统派王子爱德 狂野戏剑是威廉 高冷魔法是奥斯 而女主在1.0版本只不过是一只平平无奇的反派千金 真正的1.0版本女主则是粉毛 可在这2.0版本里 虽说女主的角色地位已经潜移默化地替代了粉毛 但女主一点风头也不想出 一心只想着远离眼前的这三位风云人物 不然自己那平静的生活可就要被他们搅黄 所以该出风头的麻烦是还是留给粉毛吧 于是在女主的一番思索后 决定祸水东宁 告诉眼前这三人 他们学校不是来了一位会光魔法的平民吗 在这贵族学校里平民更需要有人关怀的吧 话音刚落 几人心想也觉得有理 毕竟跟这个谎称99级的家伙瞎扯下去也不是个事 在临走前二王子还留下了狠话 让女主做好被学校处分的觉悟吧 女主懒得回应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处所里 女佣看见女主这么早就回来不免惊讶 毕竟迎新会不是还没有结束吗 女主直言算了吧 他本就没打算在这里能交到朋友 自己一个人度过悠闲的三年校园时光也挺好的 可女佣就郁闷了 老爷可是安排他来监督女主找结婚对象的 但女主这副谁都不爱的模样 这样怎么给伯爵大人交差啊 提起伯爵 女主有些不解刚才为什么二王子称他们家是废物贵族 并询问了女佣 原来他们家的伯爵是地方贵族 本来可以在一方当土皇帝并治理领地的 可伯爵却非要跑来王都留领地给其他人打理 然而不是人来了王都 国王就给他安排职位的 所以伯爵就只能在王都游手好闲没有失权 被人叫废物也是理所应当的 女主能搭上这么一个爹也是够无语了 次日早上 新生开学的第一天 在偌大的教室里 却无一人在靠近女主的座位上坐 可即使被完全孤立 女主也没有半点不开心 反而觉得这种不用与人交往的清闲是挺好的 但女主心里还是免不了会在意外界的声音 黑发99集这两个词汇是那么的刺耳 在教室的另一边 三只田狗围着粉毛团团转 夸赞声瓷器彼伏 女主却慌了 因为在游戏里 起码要两个半月之后 四人才会整天黏在一块 女主心想 这或许是自己的出现 导致剧本可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 来到下午 第一节课是石操剑术课 女主爱不释手地握着剑 只因在前世她就十分喜欢木剑 但可惜因为贵没买成 要知道自己会被车撞死后 来到这个游戏世界 她分期也要买下那把木剑了 就在这时 威廉指定了女主和她切磋 她可不相信自己练习了两年半的剑术 会输给一个柔弱女生 但威廉绝对想不到 此刻女主正思考着要怎么放海 不然待会儿一用力就给威廉拆散架了 随着老师举手示意开始 威廉摆好了正规军的持剑架势 可女主连剑都懒得提一下 其实也是单纯不会握剑罢了 然而这看在威廉眼里却是挑衅 下一秒直接飞扑向了女主 慢实在是太慢了 威廉的动作在女主眼里如同归宿 女主只是在合适的时间里往后一扯 就让对方瞬间失重搅拌了下剑就摔倒在了地面 眼见威廉倒地不起两秒半 老师就宣布了女主获胜 可威廉一点也不服气 当即挥剑要往下劈砍 嫩还是太嫩了 女主一剑就给对方轰飞了出去 这下真的倒地不起了 剑状老师只好先带对方去医务室治疗 临走前 老师命令大家单独练习挥剑 绝对不可以私自比赛 可学生们哪里还有挥剑的心情 都恨不得当场逃课远离女主这个魔头 女主十分不解 明明自己已经很手下留情了好吧 威廉没变成肉酱就是最好的证据 于是在女主的威慑下 全班的剑术课成了他一人的挥剑表演秀 接着是第二节课 魔法实操课 这节课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一堂课了 可从始至终女主都没看见二王子的身影 女主有些疑惑 不过还是上课要紧 首先便是测试同学们的魔法实力 驱动魔法攻击眼前的魔力盔甲即可 然而全班人使劲浑身解数 也没能在盔甲上留下半点痕迹 只因奥斯使用封魔法攻击 让盔甲晃动了两秒半 就赢得了全班人的欢呼声 这一度让奥斯迷失了自我 下一秒便催促着女主赶紧上去丢人 他倒要看看99级是什么水平 女主有些想笑 估计对方刚才没去上剑术课 要不然也不会说出这种傻话 来到盔甲前方女主不免担忧 要是自己毁了这套昂贵的魔法盔甲怎么办 他可没有钱赔 于是便询问魔法老师 打坏了也没关系吧 奥斯指高气昂说着 这是经过特殊加工的 连他自己都打不坏 你怕个逮啊 魔法老师贴心回应 没有宫廷魔导师的力量是打不坏的 就算假如女主打坏了 那学校也不会要求学生赔偿的 这下女主终于放下了一万个心 随即释放出了一丝黑火苗 奥斯见了还在笑 可老师见了直接惊出冷汗 在黑火苗接触盔甲的瞬间 盔甲竟开始了分解 不出两秒半 一套完整的魔法盔甲 就只剩下了两只鲲腿 此刻奥斯才知道 女主释放的是按摩法 不然是不会出现 这种恐怖的吞噬效果的 这时魔法老师出来解释 让同学们不要害怕 按摩法不是邪恶魔法 因为在历史中 也有宫廷魔导师 是使用按摩法的 所以说魔法没有正邪之分 只要人心向善 魔法就是正义的 可身为天之骄子的奥斯 无法接受 他是百年难遇的魔法天才 怎么会有比他还厉害的魔法师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与此同时 缺席了两堂课的二王子 终于赶来 没想到对方是去给女主 准备退学通知书了 校长也在此刻附和 伪造自身等级的人 不配留在这里上学 听到这的魔法老师 立即下跪求情 说明了女主刚才上课时的 逆天表现 99级说不定是真的呢 让女主退学 将会是这个国家的损失 但校长表示 并听魔导师也是可以 打坏魔法盔甲的 这根本证明不了 女主有99级 听到这的女主彻底心寒 看来王子和校长 已经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了 不把自己搞出学校 是不罢休吗 女主无所谓 大不了换个国家继续生活 毕竟自己实力在这摆着呢 可这时 魔法老师却恳求女主释放权力 在这里展示魔法 看见从始至终 就像在自己说话的老师 都这样低声下起了 女主实在不忍心拒绝 于是单手指天 下一秒暗红色的火焰 环绕其手 随着黑洞 数三个字脱口而出 学校上空出现了 一只巨大黑洞 将周遭的空气 瞬间抽空 连同下方的房子 也险些拔地而起 要不是女主 及时取消念种 恐怕只需两个半小时 黑洞就可以扩大到 将整个王都吞噬的地步 不过经女主 这一番装逼下来 王子则被女主吓丢了魂 这个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学校里 使出了足以蔑视的 黑洞魔法 却不想第二天 就因这件事 被国王召进了宫里 并被迫与王都里 最强的骑士长对决 美其名曰是想 亲眼见识一下 她99级的实力 要知道这个世界的魔王 也不过才70级而已 而骑士长 作为人类中最强的60级 女主有几斤脊梁 也一事变质 看到骑士长 二话不说 就这样向自己攻来 这也让女主 一瞬间就懵逼了 但懵得却不是挡不挡得住 而是他不知道 自己可不可以反击 国王也不先说清楚一点 但思量再三 他还是选择了 最稳妥的做法 这句话顿时一时 激起千层浪 但作为王都里 最强的存在 骑士长的话 却不由众人不信 而眼见武力 就有这等水准 这也让国王 对女主的魔法更期待 虽然有种被牵着鼻子 走的感觉 但本着不想惹是生非 下一秒 女主也如国王所愿 尽管他将威力控制得很有分寸 但亲眼见到按摩法 却还是让众人大吃一惊 毕竟这在世人的眼里 是只有邪恶魔物 才会用的魔法 也是这事 国王问旁边的老者怎么看 原来此人是魔法界中 最权威的宫廷魔导师长 他告诉众人 按摩法并不是邪恶魔法 而是与四大属性 极光属性相同 都不过是一种属性而已 如何运用全是使用者而定 而不能被他的协议外表所灭获 国王表面上看似无知 实则却是故意给在场的众人说的 而为的就是解释女主不是异类 女主也很清楚这点 听到国王问自己是如何升到99的 于是他也主动配合 表示自己先是在领地周围的森林里打倒魔物 然后用得到的资金买了 可以让经验值加速的护服 以及可以引来魔物的护魔之敌 最终在地下城里练着练着不知不觉就99 此言一出不要紧 在场瞬间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王连忙问换做是 骑士长的话是否可以 然而骑士长当即便直言自己不能 原来护服这种道具一次只能装备一种 如果想要经验值成长的类型 那就只能舍弃抵挡致命伤的守护服 况且舍弃就算了 关键这还是在使用忽魔之敌的情况下 这在骑士长看来简直与送死无异 显而言之一个字就是牛逼 见此国王也不再试探了 他当即就问女主有没有为国效力的想法 到时无论是爵位还是领地 哪怕女主想成为王族的一员也不是不行 可后者说上去好听 自己除了国家太平别无所求后 他也告诉国王自己到国家有难时自会出手 见此国王也不再抢求 而在蒙混过关后 女主却不想他又被王妃叫到了房间 在一番嘘寒问问后 王妃告诉他有件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那就是两年半后魔王就会复古 而之所以告诉女主也是为了想让他帮忙讨伐 作为通关过这个游戏的过来人 女主自然知道这件事 听到讨伐队由骑士长亲自带领 并且还会在学校里选出几个学生加入后 这也与女主的记忆逐渐重叠 而那几个显然就是原作的女主人公 以及王子殿下身边的几个人 女主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原本她就是打算等大事不妙的时候自己电后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王妃的下一句话却让她震惊了 王妃指的人正是王子 不过眼见女主不愿她也不强求 而她之所以会说此话也是为了拉拢女主 原来这个国家的内部并不太平 分为尊王派和反王派两个派系 顾名思义尊王派就算了 问题是对现状抱持不满的反王派 以西洛兹公爵为首 他们提议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 而巧的是女主家就是属于反王派 王妃提醒女主等回去以后 势必会有不少有心人接近她 其中尤其要小心反王派以及她的父母 第二天一早 回去后女主也果然感觉到了生活上的改变 不仅之前不敢接近她的同学 渐渐开始找她搭话 并且还有心想和她成为朋友 但其中四个人却是除外 一个是原作中的女主人公 而另外三个则是王子等人 不过这些却不是最重要的 最大的变化还是开始有一堆贵族子弟 想把她叫出去 而其中最典型的却是一个子谋 不过无论是哪派人 女主最终都选择了婉拒 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失误 这天她还是不小心撞到了重点 那就是反王派首领西洛兹公爵的女 也是学校女学生的顶点 原作中她似乎就是为了取悦对方 然后与女主人公交恶的 这也是她最终成为反派的原因之一 女主虽然不想跟黄毛有所接触 但对方盛情相邀她却不好拒绝 不过好在对于这种查会 她也早就有所准备 那就是不管对方说什么 那她就回个真不错真牛逼 请继续往下说 一开始女主的话术确实很管用 但直到两分半后 没错黄毛指的人和王妃一样仍是王子 搞了半天原来这才是正题 她警告女主如果不想与她为敌 那就乖乖放弃她的王子殿下 原来她知道女主在夜间之后 还去见了王妃 然而这却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女主很想说她找错人了 但嘴上自然不能这样说 在表示自己对王子没有意思后 她直言有个人比她更适合王子 而那个人就是她面前的黄毛 她认为两人非常般配 而这句话也瞬间夸到了黄毛的心坎 于是眼见女主这么时序 她也不再为难 就这样这件事也离奇地告了段落 可就在女主以为 接下来日子会太平些事 却不想原作的真女主 竟然找上了她 竟然找上了她 竟然是她的魔王 竟然是她的魔王